一连一度属于智能驾驶圈的春晚 小鹏1024科技日准时上演 我们来看一看小鹏去年吹过了牛逼都实现了吗 今年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具有颠覆性的概念 第一部分我们先聊辅助驾驶 我还记得去年的小鹏科技日结束之后 我们用小鹏P5体验了依赖高精地图的城市导航辅助驾驶 当时觉得这是一个遥遥领先的功能非常的amazing 而一年之后呢 小鹏把整体的定义和玩法又改变了 去年提过的不依赖高精地图的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 今年小鹏承诺会开放50个城市已经顺利落地了 按照小鹏的定义呢 中国的城市智能驾驶的竞争已经来到了下半场 进入了开城竞速阶段 而且在这一段他们加入了很多火药味十足的说法 比如我们不同于其他品牌的遥遥无期 不画大笔不偷换概念 绝对的是一个非常隐战的说法 关于辅助驾驶功能 小鹏在今年的科技日带来的另一个体验呢 就是AI代驾 开启AI代驾功能之后 用户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设置起点和终点 手动驾驶一次之后就可以形成记忆地图 我个人理解呢 这个功能有点类似于部分友商提出的通勤模式 关于AI代驾这个功能 不少去了1024科技日的小伙伴 已经在接机的时候就有了抢先体验 关于城市智能驾驶和AI代驾 小鹏今年给他的小目标是 XNGP的城市导航辅助功能呢 连累将开放50个城市 明年完成全国的覆盖 而AI代驾呢 将在近期全量开放 而这里面唯一的争议就是 把苏州代管的多个县级时期 是进入了首批开放的25个城市当中 对于小鹏来讲 真的是把散装江苏和散装苏州 这个概念理解透彻了 而小鹏提出了2024年的制驾目标呢 是基于轻地图实现全国覆盖 并走向全球 场景化方面呢 要解决高速公路收费站以及小区内部的道路这些痛点 然后是轻雷达这么一个概念 三个激光雷达对于小鹏来说已经是属于过去的落后方案了 不过呢 他们也没有追求过于的激进 留一个慢慢的向视觉过渡 2024今年的第二个重点呢 是小鹏的MPV车型 小鹏X9 外事呢 就算完全的定型呢 大家觉得X9的外观怎么样呢 无论是小鹏的X9还是理想的公路高铁 其实都是设计上非常有辨识度的车型 而不是那种理解Alpha 成为Alpha 超越Alpha的拉来主义 我觉得这两款车的设计 都是让人眼前一亮的 根据小鹏释放出的信息呢 X9将采用浮药架构全域的800V 全系标配后轮转向以及天机座舱 X9和公众见面的时间呢 将是11月的广州车展 而刚才提到天机座舱呢 则是1024的第三个重点 天机座舱会是小鹏 全新的智能座舱系统 简单来说就是提升了交互的效率 全新的视觉风格将在X9车型上 实现首发 而现有的车型 包括小鹏G6、G9、P7以及PCI 也可以通过后续的OTA 来升级到最新的系统 最后一部分呢 其实离我们相对比较遥远 就是小鹏一直在研发的 飞行汽车和双逐的机器人 这也是每年都会聊的两个话题 我还记得去年的时候呢 其实不是机器人啊 是个机器狗 其实今年从机器狗到机器人呢 就是一个四肢行走 叫双逐行走的一个巨大的进步 表达了在飞行汽车和机器人领域 其实小鹏这一点也是有进步和收获的 最后呢 既然我们把小鹏的科技日 称为自驾的春晚 其实还是要来定义一下 究竟小鹏的自驾走到哪个阶段呢 在访问的时候 其实何小鹏先生给了一个 非常棒的总结和回答 有人问 如果把智能驾驶的最终阶段 比作是一个大学生的话 现在小鹏走到哪一步了 何小鹏首先 非常肯定的智能驾驶的最终阶段 就是实现无人驾驶 而目前对于小鹏来讲 他们已经上初中了 下一步的自驾概念 将达到高中的水平 所以呀 对于小鹏这个品牌 无论你定义它是凑稿技术的 还是真稿技术的 关注他们一年一度的科技日 你一定会有颠覆认知的自驾突破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